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跟明天的节目呢 还是单更啊 这嗓子再缓两天 今天呢已经好多了 咱们今天来说一什么案子呢 来说说15年发生在湖北的一个案件 这案子呢 发生在湖北省鄂州市 葛电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北的朋友对这地方不会陌生啊 这是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 非常的发达 又被称作中国药谷 2015年10月4号 葛电的一名单身女性徐洪 就被人发现惨死在床上 发现的时候啊 这徐洪上身赤裸着 下身呢就穿着一条内裤 经过法医初步检验 徐洪全身上下 有多处刀伤 死因就是失血性休克死亡 徐洪呢 死的那年是40多岁 丈夫啊 很早就去世了 有两个孩子 孩子也都大了 都在外地生活 所以家里呢 只有徐洪一个人独居 法医啊 当时进行尸检之后 确定死亡时间 应该是10月3号凌晨 在现场勘察过程之中 民警还发现 在死者徐洪的床上 有两把木工用的那枣子啊 各位应该知道什么是枣子吧 随后民警就询问了徐洪的女儿和儿子 徐洪的两个孩子就说呀 说家里没有这样的工具 因为没有人干这木工活 所以民警当时就判断 这枣子很可能是嫌疑人留在现场的 同时民警还发现 徐洪家的大门呢 已经被人破坏掉了 从痕迹上来看 这嫌疑人撬门时候使用的工具 还真应该就是那两把凿子 徐洪住的家呀 是在一栋老旧的楼房里 是某单位的一栋宿舍楼 但是最早的住户们啊 好多年之前就都搬走了 现在这一整栋楼啊 基本上是处于要拆迁 还没拆的那个状态 只有两户人家 徐洪呢 一个人住在顶楼的最里侧的那一户 这楼梯呀 是露天的 楼梯里呢 它也没有门禁 也没有门锁 就甭管是谁 都可以直接就踩楼梯上去 这就相当于这栋楼房 是没有任何防备的 甭管是谁 想去哪去哪 你在这楼里边能够畅通无阻 这时候民警就琢磨 难道去到徐洪家里边杀死徐洪的 是个小偷 或者是入室抢劫的 但在勘察过程之中 民警又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徐洪的家里没有被翻动的迹象 所有的财物完好无缺 难道是嫌疑人还没来得及偷的时候 就把徐洪给惊醒了吗 那如果把他惊醒了 应该会发生打斗啊 会有撕扯呀 那现场的物品肯定啊 会有这种打斗过的痕迹呀 比如说什么杯子呀 包括屋子里的电风扇呢 都很可能会翻倒在地上啊 不仅如此 这徐洪遇害的位置是在卧室的床上 法医检验之后 发现徐洪身上根本没有抵抗伤 也就是他在生前根本没和人发生过搏动 他被杀的时候 整个人是处于一个非常平和的状态的 是在完全不知情 完全没有防备的状态之下被害死的 这也就是说 整个作案时间是非常短的 而且是直奔受害人去的 显然 作案目的就是要将徐洪置于死地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会是屠材害命吗 显然 这种猜测目前来看有点不合理了 情杀 财杀 抽杀 通常就这三种嘛 对吧 这徐洪为什么招来杀身之祸呢 得亏啊 这栋老宿舍楼的旁边有一个酒店 酒店呢 装着一个摄像头 是对着这栋楼的大门的 这栋楼啊 它有一院子 出院子门 右手边 靠南边的位置 还有一个社会治安探头 通过查阅这两个探头的监控视频 民警就发现 从徐洪10月2号回家之后 直到他10月3号凌晨遇害 在这期间一共有30个人进进出出过这个院子 这个楼房所在的这个院子呀比较大嘛 因为住的人又少 所以这很方便停车 就隔壁的住户住在附近的 好些人也会把车停在这 毋庸置疑 从徐洪回到家 到他遇害 一共进进出出这30个人里边肯定是包含凶手的 包含嫌疑人的 接下来就要对这30个人逐一进行排查 同时也对徐洪的社会关系啊 包括一些矛盾的情况来进行梳理 当时徐洪被害的时候呢 是10月份 10月份的天气说热不热 说冷不冷啊 正好是比较舒服的秋高气爽的日子 徐洪在家里啊 只穿着这么一个内裤 上半身是赤裸的 左乳房上面有一个横着的刀口 右乳房上面有一个竖着的刀口 一共这是两刀 为什么嫌疑人要拿刀划伤徐洪的乳房 看上去更像是情感纠葛 那么徐洪的丈夫在很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这些年徐洪有没有和其他人产生过感情呢 徐洪的丈夫啊 已经去世十年了 当时两个孩子岁数还小呢 徐洪呢 又是那种特别要强的性格 从来没跟亲人朋友寻求过经济上的帮助 再苦再难 绝不跟人张嘴借钱 咱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 葛店呢 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始终是一个快速发展 快速建设的这么一个状态 每天一大早 你就看吧 四面八方的打工者 就都在这里聚集起来了 而徐洪这些年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呀 买了一辆面包车 开着自己的面包车 把老板选好的工人送到各个工地 徐洪可不光干这个啊 一个人干着两份事业 又开车送工人 又在工地上打工做事 甭管是寒冬酷暑 这徐洪都一再咬牙坚持着 就这么着苦熬慢熬的 把这两个孩子呀 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孩子上了大学 就都去外地了 就剩下徐洪一个人 在这生活 后来一调查 发现徐洪 还真跟一个男子 有过一些啊 比较密切的关系 是在案发三年之前 徐洪在跑车的过程之中呢 认识了一个叫陈强的男的 在交往过程之中啊 这俩人呢 聊得还挺头脾气 平时这陈强更是对徐洪 百般的照顾 这些事儿 警方是怎么知道的 这么清楚的 徐洪有个习惯 写日记 点点滴滴的故事啊 发生的什么事情 都写到日记里 这本日记 无疑就成了 警方掌握的重要线索 可是 从头翻到尾 警方很快就发现 陈强的名字 从2014年 就从日记本上彻底消失了 徐洪再也没提过陈强 那么两个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怎么突然一下子 就没有任何来往了呢 假如徐洪的死 是一起情杀案件 那么是不是和陈强 存在着关联呢 并且 咱们在说 徐洪遇害状态的时候 也提到了 上身赤裸 下身穿着内裤 乳房上有伤 并且徐洪身上 没有任何的抵抗伤 也就是说 凶手很可能是 徐洪认识的人 徐洪的戒备心 是很低的 那么 这陈强 到底在这里面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接下来呀 就要 快速的调查陈强 民警第一时间 找到了他 面对警方询问 陈强说呀 我俩呢 确实交往过一段时间 但当时分手啊 是我提出来的 那一天呢 陈强把徐洪 就约到了两个人 经常见面的地点 这陈强啊 就坦然的告诉徐洪 我之前呢 一直没告诉过你 其实我呀 有家事了 哎 家里边有老婆孩子 知道陈强有了家事了 徐洪呢 又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女性 所以呀 他呢 尽管再难受 慢慢的 也就放弃了 哎 这是陈强的说法 换一个角度来想啊 这徐洪在跟陈强交往过程之中 一个生活这么艰难的女人 会不会对陈强有依赖 那必然会 一旦这种依赖形成了 突然之间又没有了 是不是难以接受 那也必然是 徐洪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打击 分手之后 他会做些什么 会不会徐洪 依然三番四次的找陈强 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激怒了陈强 从而杀害了徐洪 这徐洪的死跟陈强有关系吗 警方也考虑过 杀害这徐洪的会不会是陈强 但是顺着这个角度来分析 警方发现也不对 因为啊 徐洪的房门 是被人用凿子给撬开的 陈强跟徐洪 毕竟是交往过呀 俩人太熟悉了 哪怕说分手了 那完全可以敲门进去呀 为什么要敲门进去呢 敲跟敲 这一字之差 这区别可就大了 而且通过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也发现 从分手之后啊 这徐洪人家就自愿退出了 人家没跟他有过那么多的撕扯 俩人呢 也没发生过矛盾 相反的 两个人还跟朋友似的 陈强还主动的给徐洪介绍过生意呢 有一天呢 这陈强主动的找到徐洪 他就说呀 我前两天呢 认识一个老板 这个老板呢 正准备要收购一批建材 而且这老板告诉我了 他的侄子 就是这种建材的代理商 你要是收购的话 只要十万块钱 但是呢 因为这层关系 我不好直接出面收购 你要是收购的话呢 你就掏十万块钱 完事以后 我愿意出十三万 再从你手里买这批板材 这么一来 可以轻轻松松的 让你赚三万块钱的差价 这个事其实啊 在社会上还是很常见的 对吧 一说这事 大伙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陈强呢 手里头没钱 所以就想着这笔生意 干脆让徐洪自己来做 一个月时间能赚三万多 这多好啊 陈强还跟徐洪说了 三万多呀 这比你每天起早贪黑 开那面低 不轻松多了 听了这话 徐洪也动心了 他呢 还真有十万块钱的积蓄 就取出来了 当时 那个老板给他们的承诺是 一个月之内 我付你十三万 给你结清了 并且还写了欠条 按了手印 但是 一个月过去之后啊 徐洪还有陈强 找到这老板的时候 老板说呀 哎呀 我这最近呢 手头紧 资金呢 也周转不开 这么着 只付了六万块钱的货款给他们 等于现在徐洪 还亏着四万呢呀 后来徐洪啊 也多次跟老板催账 但哪回也要不上来 十万块钱呢 对于徐洪来说 太重要了 徐洪平时一个月 那么辛苦也就赚两三千 十万这是巨款啊 原本认为自己一转手赚三万 现在呢 本钱都收不回来 几年的辛苦 就这样啊 平白无故的就给了别人了 这徐洪 他能甘心吗 那么会不会是跟这老板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了争执 会不会把老板给逼到了一个非要杀害徐洪的境地上来呢 咱们再说回案发现场的那两把凿子 这一直是警方关注的重点 撬门进入徐洪的家 至少说明徐洪是不信任这犯罪嫌疑人的 或者说是不认识的 那么这个老板就也符合呀 于是警方啊 对这个老板进行调查 就发现呢 这老板呢 还就是一骗子 不光骗了徐洪一个人的钱 骗了好些人呢 这老板说呀 他陆陆续续的呢 也给徐洪打了一部分欠款 但最近追窄的人太多了 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 那么 这老板会不会为了几万块钱冒险杀人呢 在调查过程之中 陈强也跟民警出示过一条 徐洪给他发的短信 就是说呀 还差他两三万呢 他毕竟跟陈强两个人 还有这么多年感情 这钱呢 就让陈强自己去要 说要到了 我就给你了 我也不要这钱了 从这个短信上来看啊 徐洪似乎对这笔钱 也算是放下了 哪怕要回来了 都给陈强 自己都不愿意要了 所以呀 如果说为了这钱 徐洪再去逼迫这老板 似乎也不那么合情理 再分析作案时间 作案地点 这个老板呢 都不具备嫌疑 同时这个老板 在那监控录像里 自始至终也没出现过 这么着 就把这老板的嫌疑 彻底排除掉了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民警呢 就反复观看这监控录像 其中有一个人的身影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0月3号凌晨2点27分 有一男的呀 从案发现场 北侧的一家宾馆门前边 走过 进入了徐洪住的这院子 13分钟之后 这个男的离开了 过了一刻钟之后 就过了15分钟 脱掉外套 又返回了这里 他为什么来来回回 进出两次呢 专案组就继续往前往后 扩大视频监控范围 打算呢 找到这名男子来去的 这行动轨迹 但很遗憾 在外围的视频网之中 再也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踪影 要说起来呀 这个人走路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民警呢 也让徐洪的亲属 对这个人进行辨认 但亲属啊 都不认识这人 民警就觉得很蹊跷啊 一个陌生人 大半夜的会潜入到徐洪家里 把他残忍杀害吗 他跟徐洪都不认识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可如果不是他 他为什么两次进入案发现场 并且行为很诡异呢 这时候警方就想 是不是在调查徐洪社会关系的时候 漏掉了什么人 这个人和徐洪之间一定有过接触 但是他们的关系应该不会很密切 终于 在一轮新的走访过程之中 徐洪的一位亲属 回忆起来一件事情 说徐洪啊 跟我说过 半个多月以前 他家里边让人给偷了 得到这个关键线索之后 民警迅速调取了当时的监控视频 那是9月16号 凌晨3点15分 在视频里面呢 就看到有一道灯光滑了过去 像是一辆摩托车 开进了徐洪居住的院子 一分钟之后 一个男的从这院里走出来 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 正是徐洪遇害当天监控里出现的 那个行动很诡异的陌生男子 9月16号凌晨3点21 这个男的呀 再次进入院子 二十多分钟之后 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还时不时的回头张望呢 民警就推测很可能 是他在盗窃的过程之中 被徐洪发现了 这才着急忙慌的跑 躲了一阵子 这男的呢 又返回了院子 可很快 又从院子里边跑了出来 此时 院子对面的墙上 有一道反光 民警判断 这应该是徐洪打着手电筒 追到了楼下 这一回呀 这个男的是从院子南边逃跑的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脱掉上衣 又从北边走了回来 从院子里推出一辆摩托车 骑着车就走了 那毫无疑问 在徐洪遇害当天 进入案发现场的那个陌生男子 就是这个小偷 那难道说徐洪的死 跟这个小偷有关系吗 第一回偷了 没得逞 被别人撵出来了 他第二回为什么还要去呀 他有这杀人的必要吗 徐洪的亲戚呀 又给民警提供了一个细节 他说呀 徐洪告诉我呀 他把这小偷追出去之后 就发现院子里呢 停着一辆摩托车 摩托车的那后车厢是开着的 徐洪天天住在这 院子里边停的车 他都认识 这车就是半夜外边过来的 徐洪就知道 这辆车肯定是小偷的 他呢 就大着胆子上前看 发现车的后备箱里啊 有二百块钱 徐洪呢 就拿走了 难道说徐洪的遇害 就是因为他拿了小偷二百块钱吗 甭管怎么说 必须得尽快找到那个小偷 在查阅九月十六号监控录像的时候 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小偷脚上啊 穿着一双拖鞋 如果是流窜作案大老远的过来的 他不可能穿拖鞋 所以啊 这个小偷应该就是住在这附近的 尤其这小偷被徐洪追出院子的时候 是从南边逃跑的 十分钟之后又从北边走回来 至少他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熟悉的 这时候扩大侦察范围 就开始了解啊 这辖区里边有没有什么人突然离开家 就去往外地的 或者突然就跟别人失去联系的 这时候有消息反馈上来 说有一个男青年姓杨 这杨某啊 已经前几天离开葛殿了 去外地了 随后警方找到了杨某的摩托车 发现杨某的摩托车上 还有杨某大门的锁上 都有微量的血迹 经过DNA比对这些血迹 正是徐红的 至此 确定杨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案发之后的第17天 杨某已经逃到南宁了 警方啊 在南宁警方的配合之下 把杨某顺利抓获 这杨某呢 家庭是比较贫困的 他的父亲呢 很早就去世了 母亲呢 也患有精神类疾病 平时就靠减废品为生 这杨某很早就出去打工了 后来呢 就当上了厨师 每个月挣的也不少 比徐红挣的还多呢 一个月能有四五千 可这么多年下来 一分钱没攒下来 杨某曾经谈过两次恋爱 但最后不欢而散了 在这样的情感挫折之下吧 他就开始对生活不满了 甚至对社会不满了 没心思工作了 天天喝酒 喝的是东倒西歪的 他说每回喝完酒啊 有种习惯 出去随便偷点什么回来 心里边就舒服 他呢 通常还是偷家附近的一些居民 9月16号那天 这杨某喝了酒 骑着摩托车 来到了徐红居住的院子 在偷东西的过程之中 就惊醒了徐红 这杨某啊 吓得赶紧跑 直接就回到家里 随后绕了一圈 这才回来骑他这摩托车 可是 骑到摩托车一看 呀 什么没偷成 我怎么还丢200呀 这200多不见了 给他气的呀 这家伙这是质疑我的职业能力 职业水平啊 10月3号那天 这杨某呢 又跟朋友喝了酒了 回家拿了两把自己偷来的凿子 和一把匕首 又来到了徐红的住处 各位 哪怕那凿子啊 这都是偷的 他呢 也不管大件小件 偷了心里就舒服 窍门进去 在厨房里边翻东西的时候 把徐红再次惊醒 这时候啊 这杨某一咬牙一跺脚 把徐红就杀死了 作案之后 返回家里 到了家突然意识到 我那两把凿子呢 这才第二回来到了现场 但是到了这之后啊 也没发现 毕竟他胆小屋里有一死人呢呀 最终啊 这杨某也因故意杀人罪 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啊 这徐红啊 被盗之后 就9月16号被偷之后 其实孩子 包括亲戚朋友都劝他 快搬家吧 这房子不能住下去啊 一点防御设施没有 这已经进了小偷了 下回再进别的坏人 怎么办呢 而徐红呢 也真听劝了 把行李都准备好了 准备过几天呢 就搬家 但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搬家 悲剧就发生了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就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贵小呀 我毕 architect לא� 我来 Air 非常疯狂 码